比方說我們法國的這個大哲的事件 你要剛剛開始 你要去 你馬上要去 因為我們是五個禮拜 你不要去第三個禮拜還是第四個禮拜 因為已經大部分的東西 都搶完了 對啊 剩下仁景村的了 對啊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你們外國人 對 我們來說你們來自外國人 你是從台灣來的 你們可以退稅 但是你要記得 退稅以後要在飛機場弄的這個東西 然後有時候會有非常非常的人 在那邊排隊 有時候需要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排隊 那法國的稅是大概多重 大概10% 10% 退下來 又打九折了 退下來 退下來又很快 但是我們有一次有到西班牙去 到巴斯羅娜坐飛機 然後我們已經時間比較短 然後沒有辦法排隊 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退稅很壯 一定要提早去 而且法國人 法國人做事很慢 對 對 所以你要排那個 他有時候又不能吹 然後他就要慢吞吞 有時候飛機車真的快要趕不上了 然後第三個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賺錢的話 你不要帶老婆去 什麼啦 特別是如果你老婆是從台灣來的 你不要帶老婆去 因為剩了錢都在那裡 因為一錢馬上就不見了 可是你錯了 你如果在那裡花這樣 當你帶回台灣 你就會發現你賺了好多錢 對啊 我聽過這樣的 我知道 你都是這樣跟你老公講對不對 對 超好多錢 就是這種邏輯不對 你花錢 對啊 不是賺錢 就是賺錢 沒有 我跟妳講 講到退稅還有一個小撇步 因為我上次在法國退稅的時候 怎麼樣 他很賊 因為他退稅的貨幣 只能給你美金 或是反正就是 他一定會換給你 匯率比較差的貨幣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你如果刷信用卡 他退到你信用卡 就是退台幣 所以你千萬 就是如果能夠盡量 因為他好像現在歐元有一個規定 我忘了是說 一千塊 或是兩千塊以內 他可以退現金 其他的你刷再多 或是付現金再多 他都是退到信用卡 那其實你退信用卡 是最方便的 因為第一 現金好像只能退10% 信用卡可以退到15% 這差點 然後你退稅的時候 他會退你那個貨幣 比如說我在歐洲退 我那時候就是退回來是美金 那時候美金比較差 所以就退信用卡 他退回來是台幣這樣 就帶了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 藍芝的這個晚安唇膜 然後這個呢 你們在台灣的官網上面 官網上面的價格是台幣 七百塊 所以你們在外面賣的時候呢 可能會 廠商會賣個 可能五百塊或四百塊 多少我不知道 每個人訂價都不一樣 可是我說的這個價格 我現在要說的這個價格 是在韓國能夠買到最便宜的價格 我知道你們 不管在哪個地方 能夠買比這個便宜的 就跟我說 我買給你 你現在講的是韓國的官網 對 韓國人 只有韓國人才能夠買的這個網購的價格 是台幣兩百五十塊 兩百五十塊 你出來 出來面對 對 真的 能夠比台幣兩百五十塊 找到更便宜的 就跟我講 我就買給你 真的 那你還不錯網購 你真的是 我現在已經有在 沒有 我就幫朋友 我就幫一些朋友 因為我東西要帶來帶去很多 其實很麻煩 所以我都是這樣子 我要回韓國的時候呢 我大概就一兩個禮拜之前 在韓國已經會網購 可是韓國為什麼 一定要韓國人來買 是因為外國人的卡 是沒有辦法在韓國刷的 是一定要韓國人 透過韓國的銀行 辦的卡 信用卡 金融卡 才能購買韓國的東西 他有規定啦 他講的意思是說 這一個網站 它是針對韓國人 不管是怎麼 就韓國有一個 最大例如谷歌嘛 就韓國有一個 neighbor的一個 一個購物店 就是一個 一個官方網站 這樣子 是可以購物什麼的 那你們要在那邊買的話 其實只能用韓國人 辦的信用卡跟金融卡 我們也可以在韓國辦信用卡 不是 你為了這樣在韓國辦 秀場幹什麼 你要找韓國人幫你買 對 你要找韓國人幫你買 對 所以就是韓國人買的時候 才會這樣 那第二個這個東西 你們應該在台灣可能看過 在官方網站 你們在Google打這個東西 進去的官方網站的價格是 所以可能外面賣比較便宜 在台灣可能外面賣比較便宜 那韓國的網購裡面 最低價格是 77.81塊 77.81塊 你們這樣子 能夠找到比這個便宜的 就告訴我 我就買給你 你們這樣子良心不會痛嗎 沒有 所以 所以 因為為什麼 因為韓國 可以用嗎 韓國為什麼能夠賣這麼便宜 網路上為什麼可以賣這麼便宜 是因為有些人跟 這個這家企業 有一些合約 就可以直接拿它的原價 真正的原價 所以他們可以就是 就拿一點點就是多賣 對不對 就是少拿就多賣 你看它77塊賣一定還有賺 你看原價才多少錢 對 所以 所以你們 對 那這個東西 然後外面賣我們250塊 對 他們這樣還敢再幾乎 你也留心道對在哪裡 你也留心道對在哪裡 那隊主 最後就講快一點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個現在很紅 這個現在非常紅 就是W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的話 你們能夠找到低於台幣880塊的 就告訴我吧 這是韓國能夠 就是一對 那你買多少錢 這就是台幣的880塊 他就買880塊 這個880塊 因為在韓國的官方網站 本來是55000韓幣 那現在賣35000韓幣 就等於是940塊 這是韓國能夠買到 目前就是外面 就是外面offline 就是直接在路上 就是賣場裡面可以賣 現在買的最便宜是940塊台幣 可是在網路上呢 最低是880塊 對 現在是在 那所以不一定要在實體店面上面買嘛 實體店面上買是有兩種啦 一個是就是即興者 就看到突然 就是我一定要現在 對 一定要擁有 我就是另外一個就是 不要再多說了 宋哲良 你電話幾號 對 幹什麼 幹什麼 你可能需要幫忙嗎 幹什麼 我想這裡交換了 交換一下 真的 我是約 快了 所以這個 對啊 那個只能是有依靠有韓國的朋友 我剛剛本來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前陣子去韓國 我覺得買到便宜的東西 現在賣掉了對不對 對 他講完 我覺得我這個折扣 可能真的不算什麼 你講 他有可能 他如果有看到的話 再問他那邊講 因為其實是 我是9月份去的 然後我是去到那裡 我才知道說9月28號開始 他們有一個就是 就是大家都有 折扣這樣 對 然後 可是因為我是在9月28之前去 然後我們看到消息就想說 那應該沒有折扣 可是因為我去釜山的時候 我就逛到一個 ADITUS的那個旗艦店 然後那個旗艦店就很 他就寫了一個很大的牌子說 晚上6點到8點 你如果 然後我們就覺得是騙人的吧 就是 就是怎麼可能 結果我們就真的 就6點一到 因為我們看門口很多人 我們想說好 那觀光客就一起進去 真的 他店裡有 比如說當季的 也有本來過季 就有 過季的本來就比較便宜了嘛 比如說可能有9折 8折 7折 就是6點到8點 你全部所有東西 然後 後來我們就問那個店員說 為什麼咧 他就說因為要開始有那個9月28號那個剁手節 所以他們就是提早 先做一些特別的活動 然後我就搶了一雙球鞋 是因為 我本來不是很熟 但我的朋友很想買 然後他就說你一定要買 因為很划算 我這樣買我這雙球鞋 比台灣便宜大概一千 一千七 可是你在網路上買 一定比那個便宜 我更保障 你為什麼要這樣傷害他 我是你的意思了 他又不能去網路 我們就不能去網路咩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這雙球鞋 找你幫我買在網路上 會更便宜 對 已經有很多人跟我這樣 已經有很多周圍 有些人 已經有這樣 可是因為你知道 有一個陷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在台灣的時候 進去韓國的那個官方網站 會出現的都是英文 所以等於是說 你們知道 你們可能查到的 可能以為就是在韓國 也能查到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可是不是 在韓國都要全部都是韓文 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你們在這邊 查了韓國的一些網站 他們是讓一些外國人 進去這個網站的時候 給他們 韓國人只有韓國人 能夠看到的那個價格 哇 這樣的價格 好難下注 像我這一次去 我們後來從釜山去首爾 然後我就去逛那個星沙洞 就是有一個地方是這樣 然後我們居然看到一個 設計師 名設計師的牌子 就是卡爾拉格菲的牌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後來我們查查發現 對耶 韓國有進他的專門店 然後我們就想說 因為他的東西平常都非常貴 那我們想說 進去逛一逛好了 就是拍拍照也好開心 結果我們進到那個店裡面 我的帽子 我的西裝外套 我的鞋子 全部 五折 五折耶 然後我們覺得怎麼有可能 後來我們就問店員說 怎麼有可能 這麼大的品牌 這麼有名的設計師 他就說 他就說 沒有 他說 我們很幸運 他說因為剛好要遇到那個 快要遇到那個剁手結 然後還有就是 他有放了很多那個靈馬的 就是你可以穿 你就對折可以帶走 所以我這三樣東西 如果加起來原價大概是 有些不到五折 原價大概是四萬多塊 五萬 但是我TOTALLY刷卡 只刷了一萬五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